好 今天我们在这个南方调查站呢 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报道 我们来关心的是保全人员 有些保全公司呢 他们聘请的保全人员 不是这个青壮年人口 而是65岁以上 从劳保退休之后的老人来担任 一天上班12个小时 一个月薪水18000 时薪50元 算一算 他们一个小时 一个分钟呢 赚不到一块钱 而且公司完全没有帮他们 投保劳健保 六十八岁的刘先生 被派到这栋大楼当保全 每天在管理室 长达12个钟头 算一算一个月 总共有312个小时 待在这里 薪水却只有一万八 时薪还不到 麦当劳打工的二分之一 万八天有 差不多 万八 你一天 你那几天啊 一天六百年吗 六百 你十二点间 十五十 我本来 我都这样 这样算下来 保全一分钟 还赚不到一块钱 还换来公司的嘲笑 每天12小时 晚上在睡觉 晚上12点就在睡觉 他可以这样休息 所以时间在那边 他在里面睡觉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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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65岁以上的啦 全部都聘65岁以上的啦 全部都是 现在要给加起来的 所以大家都没有 劳金包 都没有 这些65岁从劳保退下来的人力 被保全公司找来当保全 却也成了公司 只为了 只为了 最少还有差不多一百 一百员工左右 每一个都是 LKK的啦 每个人都是 LKK的啦 所以说 大家都 大家都 也没有人 没有人 去敢提起这一点 没有人 去争取 因为一般 劳工自己本身都会觉得 是弱势嘛 那也需要这份工作 所以都会不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根据99年10月份 劳委会保全业劳动条件检查 有21%的公司超时工作 没有给加班费 19%的工资低于基本工资 但是统计在台湾连续8年 获利率达到15%的企业 只有33家 其中保全业就占了两家 高获利行业 剥削劳工确实更严重 你还是忍受 为什么 为了在经济上 为了务动力做要 为了经济上 为了要施舍以外 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是很弱势 因为必备的条件 可能跟外面的一些劳工 他没有办法去竞争 竞争力比较弱 所以他就会屈就这样子的公司 这样子的劳动条件 结果这家所谓的保全公司 在市政府登记的行业 属于物流的人力派遣 根本没有保全业的执照 也难怪公司干部 要说保全员工是自聘的行为 跟员工划清界限 我们现在只有说 那你们自己聘 我们帮你扶导 训练 做账 不要六千块 我们吃拿六千块 公司跟公司之间 雇主跟雇主之间 他们要转换的时候 他会去谈到 劳工要怎么样去做处理 你现在是消息就是惊了 对哦 以前你有怎么做 没有以前 而从今年5月1号起 保全业每天正常工时 连同加班不得超过12小时 每个月最高工时 以及加班以288小时为上限 月修至少6到7天 也因此 目前的保全公司 会不会刻意倒闭 剔除高龄的人力现象 还有带劳工主管机关 加强把关 要礼活 的 washing 属 带劲 温存